沒有了世紀 天天有個新 大家好 我是Lel 今天來看立陶宛人對上越南人 這場比賽是CVP的阿拉伯比賽 先來看一下12點頭方向 藍方玩家是Vilis 選擇的文明是立陶宛人 立陶宛人他的特色是 每解一個聖物到修道院裡面 都可以獲得騎兵跟立陶宛的寶兵單位列提斯 加一點傷害 立陶宛人開局每個成人增金都會給115的關係 所以前期的肉會比對手多100肉 他的後期可以打這個奇兵路線 遊俠這個傷害高達20點傷害的遊俠 非常可怕 他的立提斯傷害是非常猛的 後期也可以考慮轉一些槍兵或是劍勇 劍勇可能不行 槍兵可以 他的槍兵有塔盾的技術關係 所以他遠防還是可以抗箭矢的 他的戰毛兵可以高達10點遠防的 戰毛兵的防衛力 立陶宛人後期表還是靠肉馬跟遊俠 作為主力 後排可以轉火槍或戰毛作為副出出 馬攻路線雖然有重裝馬攻 但是沒有安息人戰術 也有拇指環 還是可以依情況去轉出馬攻路線 攻兵路線的話 由於沒有強奴 所以還是不太建議死人去打強奴路線 奴兵路線 好 那我們接下來介紹一下 大約5點鐘方向 黃色的玩家是米亥 選擇文明是越南人 越南人特色是他的經濟科技 都不需要木頭就可以直接升級了 而且升級速度非常快速 所以不管是點手推車輪走 研發速度非常快的 然後這個木頭農停技術都是 所以越南人他的打法比較偏向經濟型的打法 而且他還有免費的攻兵鎧甲可以獲得 所以他比較適合走攻兵路線 不管是要走強奴戰矛 或者是馬攻路線都是非常強悍的 而且是帝王戰矛 也是越南人唯一可以使用的能力 那這是團隊加成 所以如果你的隊友裡面 有戰矛兵特化文明 像什麼馬雅人 或者是阿茲特克 都可以獲得不錯的效果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越南人 越南人他的步兵科技雖然沒有到三攻的程度 但是他的槍兵還是能打的 那他的大象路線也是比較厲害的 他的這個 恰特拉閃 可以增加大象的100級血量 血量可以高達420滴血的毛相夫 那這個血量甚至比192的遊俠 血量還高出一倍 那越南人他的打法還是比較偏向陣地戰 所以後期打強武馬攻槍兵加上火炮 跟過程過程式的路線會比較適合他 好讓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越南人這邊地圖看起來 黃金的位置還行 有一塊在後方 但是不管是要小微還是要大微 都是需要花費一些資源 小微的部分的話 可能是這樣子圍 或是這樣子圍到底 就是超級小小微 那如果被人家插塔的話 不交流可能還是會有點慘烈 前方的墓區都還是要到中後期 才會比較能穩定開挖 那立陶人這邊的地形呢 看一下黃金的地方 也有個還行保命金 他的主金非常的危險 在正前方 而且高地有可能會被控 那右邊的木頭部分還不錯 兩塊墓區 而且這塊墓區還蠻厚實的 右邊稍微圍好之後 左邊這個地方可能要稍微拉到底 才能可以圍死 如果不圍死的話 這邊小微也像也可以 這邊圍起來之後 自己再圍起來 然後這邊圍一下 然後這裡圍一下 直接圍過來 小小微 小小微 前期就可以省下非常多的資源 去前壓對手 管你要轉弓兵或是肉 都是比較有利一點的 但是 立陶宛好像沒有打算放棄主金喔 這裡決定要大圍了嗎 再圍過來 然後再把高地圍起來 圍到底 或是圍上來這裡 好 好 這裡兩隻肉馬過來 看一下 能不能流進去 沒有辦法 OK 月男人這邊是學定要小微 小型微家 省資源 好 肉馬現在也是出了兩隻 月男人這邊是肉馬開 兩邊都是肉馬開局 正常的開局流程 好 那這邊清騎兵 不是清騎兵 刺猴四隻在找對手的位置嗎 好像已經意識到快要到家裡了 趕快回家救一下 現在家裡並沒有為好 對手是可以隨意繞進來 好 果然進來了 第一波村民直接被拿下 手殺是由米漢越南 這邊拿下的 第一隻村民 好 越南人點下輪走技術 讓自己的經濟更好一點 反正研發速度快嘛 風景時代就點輪走 經濟非常的好 好 現在越南人有輪走技術 待會資源就要反超立陶宛這裡 立陶宛這邊是因為 前期 肉馬出的比較多 現在有主動權 那越南這邊如果想要獲得主動權的話 可能要 哇這可能要升城堡賽了 所以沒有想要拿主動權 現在就是要先燒了 看立陶宛這邊已經開始有攻兵了 這個主動權拿好拿滿 你不交流 那我就轉攻兵 但是這個升級速度實在太快了 輪軸技術 馬上補下城堡賽 而且還透過了四級買賣一波 好 15分鐘 下城堡賽 這裡防止在軍服 攻兵一直而已 這裡稍微微都沒問題 反正你是不可能打進來 越南這邊是直接轉雙射箭場 還補了一個兵工場 待會這裡可能是要轉馬功囉 雙射箭場 欸 有人走攻兵啊 越南人的射箭場單位喔 血量也比較多喔 所以血量是36滴血 一般的攻兵只有30滴血 所以這是越南人的血量的優勢了 那攻兵現在有一級射 我會擋一下 先走攻兵嗎 我覺得走馬功比較好欸 遇到立陶宛的話 欸 還是要走馬功 okok 正常邏輯就是要打馬功喔 前面投資的這個馬就科技 待會就可以直接上這個馬功喔 但他的騎兵科技還沒有提升喔 這個跟蹤技術跟品種嘛 那如果是單純走攻兵路線的話 我覺得對越南人的優勢並不是那麼的明顯 好 現在馬功有60滴血 非常不錯 立陶宛這邊點下的品種 也是想要走一個騎兵路線 馬功數量現在來到了4隻 但是現在有一般的工兵跟毛兵 就能稍微擋一下馬功 這裡先點3毛兵吧 讓馬功最好的辦法就是轉戰矛 好 戰矛補下 馬上補下輸道遠 這邊想要去撿生物 現金立陶宛有生物的話 就有無限的可能性 沒有生物的話 就只是一隻鹹魚 畢竟一個生物都沒撿到 攻擊力就是會比一般的遊俠 還少兩點傷害值 所以這一點 對於立陶宛來說 保底一定要兩個生物 如果可以的話 最好是4個都拿到 會最好 好 前面撥了一個工程器製造索 整個投石車 稍微擋一下戰毛兵 後方馬功 這邊就去 嘗試入侵 右邊這邊想要撿生物 結果被巡弱的洛馬給擊殺掉 這邊 越南人 卡位卡得很漂亮 直接射進去 收掉了兩隻 但是馬功有點血量殘掉了 這裡趕快跑走吧 好 這裡還是要先穩定一下馬功的數量 差不多快接近15隻 20隻的時候 就要考慮去點品種了 有品種的話 才不會一直損失馬功 讓這些馬功數量無法成型 因為馬功一旦不得成型的話 對方出騎士就很容易反打回去了 好 但越南人 這裡還是沒有打算先補品種 這個血量並不是那麼重要 這個要是點品種下去 血量可以高達80滴血 城堡時代 必用時代是92滴 好 直接硬扛 投石車直接被騎士加刺口拿下 這毛兵緊追在後 好 接下來看起來這個狀況是沒有打算 要轉奇兵了嗎 轉一些奇兵 我請奇兵打這個戰毛兵 但是要投資的話會發揮非常多的肉 好 直接點掉生旅 看這些戰毛兵真的太麻煩了 但數量好多啊 20隻 OK 品種優先點下 越南人 品種點完 這樣馬公就可以迅速累積起來 後方的生旅 沒有看到嗎 應該是有看到 但是不想理 把生物撿走 但是立陶宛早就已經看到生物消失 但是好像沒有心力去理 左邊被撿生物的情況 因為正面的馬公已經瀕臨沉下了 這一波 彈道士也點了 馬公現在數量來到了22隻 這個數量要秒殺奇事 輕而易舉的數量了 那立陶宛這邊是3TC開農 所以臭民術現在開始慢慢要反超越南人 越南人這邊3TC也慢慢補下 現在兩方都有自己的保住自己的命的部隊 那立陶宛這邊生旅科技是全滿的 所以這邊要防守投資車的話 也可以考慮走生旅的救贖思想路線 去防止對方的投資車砸戰毛兵 但是馬公又很容易去擊殺自己的生旅 直立陶宛這邊可能不會去轉救出思想 而是3TC繼續農 繼續出戰毛兵 這有彈道血好準 高達第一戰毛一發一隻馬公 這裡越南人有點虧喔 馬公數量稍微囂張一些 再繼續補下 現在越南人3TC繼續農 現在要思考是到底要不要轉兵呢 那如果要轉兵的話要轉戰毛兵嗎 還是要轉投資車奴炮 還是要轉藤甲 但轉藤甲的話並不是一件好事喔 加戰毛兵打藤甲還是一樣會很痛的 馬公過來 打一下 抓掉 越南的馬公策略低打高打不動 戰毛兵越來越多 這裡別換比較好 立陶宛就是想要看到你用馬公跟我的戰毛換 而且立陶宛的戰毛兵的移動速度特別快 所以用戰毛去防守 這算是非常划算的一個交易 旁邊再補下一個世界城市中心 繼續農下去 立陶宛還是補下了救贖思想 當然他對於自己的防守 還是有一定的想法在了 他覺得只要我有生旅 我就不怕投資車 不怕投資車 就不用擔心戰毛兵被炸 結果還是被炸到了 最後招想掉了馬公 但是戰毛兵數量已經開始不夠 這裡想要直接用馬公吃掉剩下的戰毛嗎 怎麼看都不是一件划算的交易 馬公這裡有點殘血 待會越南人可以點一下草藥治療 蓋根城堡讓這些殘血的馬公去補下血 左邊直接圍到底 在這個圍到底18個10強 好砸了一發 後面補下更多的射箭場 前行馬公還是獲得到了一個很好的主動權 雖然戰毛兵一直在出 但是就沒有辦法讓馬公的數量大幅下降 數量還是維持在20隻左右 這相當不容易 如果是我的話 我應該這坨馬公早就已經送掉了 越南人這一坨戰毛兵繼續出 這時候也轉出了投資車 果然立陶宛的救贖思想 沒有辦法做到Ramp的效果 馬公要擊殺生女的速度實在是太快了 所以我就會投資救贖思想 去打馬公防止戰毛兵被打這件事情 其實是相當不划算的 也不如就用投資車跟對方互砸 反正你的投資車也可以砸對方馬公 也可以反制對方的投資車 所以我覺得比起投資救贖思想 還不如投資投資車 可能會更好一些喔 好 那現在這個情況 帝龍時代補下 那兩邊的帝龍時代 帶回來看一下帝龍決戰會怎麼打 立陶宛開始轉出馬凱 來看一下現在生物的數量 立陶宛這邊是拿到了兩個生物 越南人這邊三生物 對方有兩個生物 算是正常的 欸 欸 一個生物而已嗎 尷尬了 立陶宛怎麼生物最後只撿到了一顆而已呢 最後一顆不知道在哪 越南人在撿在路上 欸 結果投資車兩邊都變得一換一 結果投資車被左邊衝出來 齊兵給拿下 這邊城堡補下 但這個城堡位置我覺得不是非常好 如果要補的話我會想要補這個位置 當然這個位置有個優點 就是左右兩邊墓區的 剛好這個進來的點都可以完全守住 但是缺點就是 沒有辦法很好的穩定守住這塊黃金 所以反正要騷擾的話還是有辦法 好 那左邊已經建起了大石牆 越南人打得非常陣地戰 也還對於越南有一定的了解 知道陣地戰對越南來說是一個不錯的選項 畢竟後期有工程工程師也有火炮 陣地戰要打的話也不太容易輸 而且藤甲弓兵跟馬弓這些血量 都是非常高的 要撐住前方陣地 還有帝王載矛 要守住都是相當容易 後期也有大槍兵 也是非常的舒服 那現在越南人補下了曹幼治療 要來補血了 先馬弓血量拉一下 那這個就是曹幼治療的本質用法 就是你可能在城堡世代交戰 有些慘的時候 就可以稍微去補一下 最近有觀眾也在問 曹治療這個科技到底要怎麼用 其實就是這樣子用 實戰中也會用得到 但也不是每一場都會用到 因為不是每一場的兵都是會殘血的 有可能你的兵就是直接消失了 那我是覺得 這個曹治療的點法 大家還是可以熟悉一下 在一些場合用 會蠻好用的 現在三級的工兵開打點下 馬卡的部分也在提升當中 現在右邊的城堡也補下了 哇這個城堡也想要把這個野精給控住 是不是有點貪心呢 這兩塊野精要是被越南給拿走 立陶宛可能就沒機會了 那待會越南可能要先把正面先穩住 正面先蓋跟城堡 然後先想辦法把右邊的殘寶給拿下來了 現在越南直接開始見其萬里長城 哇打的就是一個防守 沒有要開戰 立陶宛升到帝王時代 卡頓科技還沒有點下 現在點三攻三法 戰毛兵 剛講完你就點了 遇到這個情況 卡頓一定要先點比較好 好 戰毛兵 往前擋 投死車 直接被點掉 那立陶宛最後還是轉投死車 防守對方的投車 OK 戰毛兵的遠防 來到了10點 現在馬攻怎麼射 戰毛兵都是1滴 完全射不動 所以你有35隻 直接集火一隻戰毛兵 超打的死的可能性 那現在立陶宛人 開始轉騎士了 三級馬卡也提升 一刷技術 生鯉科技也慢慢點上 那這邊生鯉有點一刷技術 有救贖思想 要來招搶火炮也不是問題 立陶宛人可能為了後期的打架 所以前期就早早投資了 救贖思想也固定 他已經預見到了這個未來 待會生鯉還是可以拿來招搶對方的火炮的 好 現在戰毛兵無情開始往前A 戰毛想要點掉火炮 有機會直接拿下 OK 這一波又是立陶宛 大鑽一波 越南人 現在有點劣勢 攻擊馬攻點下 輕騎兵 三級馬卡也點了 他就趕快轉輕騎兵了 輕騎兵有點下 才比較好抓這些戰毛兵 右邊這個城堡 果然先被立陶宛 猛攻城堡 越南人這邊要守住的話很困難 但如果不守住的話 這兩塊附金都會落入敵手之中 好 這裡直接進駐城堡 右側城堡 拿下了 完全不休 好 立陶宛看到城堡 被打掉 馬上就蓋城堡 趕快架起來 砸 砸一發就可以獲得650 大鑽是越南人 沒有看到其實只有一隻錯名在蓋 你還可能以為那根城堡有很多人在蓋 但只有一隻錯名啦 血汗勞工 但相信越南也是沒有過勞死的國家 所以一個人蓋應該也沒問題的 好扯喔 好 越南人點下了紫幣技術 真兵技術 真兵技術應該是免費的 越南人有免費的真兵技術 目前越南人重裝馬功3級好 攻擊來到7加4 11點傷害 戰毛兵還是怎麼打独心一滴血 這就是越南人馬功後期的問題 重裝馬功還是打不動 但是打騎士是非常有用的 直接扛著戰毛病的傷害 硬點騎士 先騎士病數量明顯不夠 現在木材有點爆量 但是有紫幣技術 伐木工越多 黃金產生速度就越快 現在伐木工速度量快來到50 就等於是5生物的黃金的產能 現在越南人打後期 有這個產能上的黃金優勢 好 越南人這時候也補下了工程工程師 前程科技 稍微可以抵抗招翔 讓自己的火炮比較沒那麼容易被招翔掉 火炮要小心 升旅要先給你點掉 OK 點掉火炮 升旅之後火炮就可以往前 現在兩邊都有自己的高地 就想用高達低去增加自己的傷害值 右邊這個城堡被蓋起來之後 越南人重新補下了巨型偷使技 也要反制右邊的城堡 現在正面的對決 立調的火炮打出一些傷害 馬功一直被火炮給砸到頭破血流 偷使車阿高恩先解決 OK 解決掉 後方的火炮還在輸出 但是後面四台火炮一直在開炮 現在的情況對於越南人越來越不利 立陶宛這時候補下大洛馬 雖然立陶宛沒有二攻 但是大洛馬的傷害值 和硬板清洗幣一樣 都是11點傷害 算是蠻好的補陣 但是波瀾的話 傷因子就特別高了 只有13點傷害 現在這個局面對於越南人來說 你還要轉重裝騎士 我剛想說他要轉 他血消掉了 比起轉重裝騎士 還是不如轉個帝王戰矛吧 帝王戰矛可能省一下資源 然後戰矛互丟 也有一個火把子 在前面幫忙扛著 而且帝王戰矛本身傷害也不低阿 攻擊力有8點傷害阿 比一般的戰矛兵多了一點傷害 戰矛兵只有7點 所以這邊轉帝王戰矛互打 再飛上70P的策略其實也是一個不錯的 甚至也不用去補馬 結果 繼續原本的試驗場出戰矛兵 也是一個很好的選項 但越南人這裡不想要轉太多的戰矛兵 可能是因為對方也開始轉肉馬 戰矛如果太多肉馬 就可能打不太贏 而且對方立陶還 還有遊俠這個東西 但是遊俠一出半的話 馬功算不夠多 打對方的火炮跟遊俠也是完全打不動的 好 前方的黃金框 看起來有點沒有辦法挖了 撤手後方城堡 立陶還劍撞機會 趕快架起了巨型投司機 原來人死守在城堡後方 把一些馬功放在城堡後方裡 巨型投司機繼續攻城當中 趕快來修城堡 這裡有機會拿下後方的巨型投司機嗎 落馬上前 然後嘗試突圍 火炮開始往後打 一炮 吸到兩隻火炮 這個被輸出 落馬上前想要抓這個火炮 後方清奇兵直接突圍成功 成功碰到了巨型投司機 最後拿下 最後這個城堡 殘血活了下來 還有800滴血 兩台火炮 可能沒有辦法 接下來有更多肉馬 開始往後衝 但是清奇兵要先抓生女才對 白刀 四刀拿下 OK 最後這一層工程戰 是由越南人成功鎖住 好 馬功重新拿回了高地的主動權 越南人補下的圍城科技 右邊的巨型投司機並沒有架起來 只存在了後方 好 現在越南這邊在找機會 想要拆掉右邊那根城堡 正面這邊開戰 越來越激烈 兩邊一直把大量的單位 藏在這邊 這一頭馬功已經擊殺掉了非常多的單位了 快要五成隻的單位了 而且在立場玩 主要還是用垃圾兵在打架 槍兵跟戰毛移動速度都很快 三種垃圾兵都用上了 戰毛槍兵大落馬 但現在黃金省下這麼多 可能是要找機會 等馬功數量開始變少 自己就可以轉出遊俠 或是列提斯 直接一波帶走越南人的正面部隊 那現在這有可能是立場玩現在的想法 後面再繼續建起萬里長城 這是什麼東西 這就是一直建長城一直爽嗎 好 越南人現在充運速137 對立場玩136 但我們充運速現在已經不是那麼重要了 可是越南人的資源明顯是領先對手的 立場玩這裡沒有三級 伐木 也沒有二級農田 經濟開始有點打出差距了 好 但其實現在立場玩缺的也不是經濟 所以是能決定拿下對手的方法 好 這裡火炮 欸 這裡 直接用巨型投石機打開了一個木頭 兩隻列提斯衝了進來 巨型投石機 跑到城堡下方 這邊還在繼續對戰 立場玩果然還是點下的遊俠 列提斯衝了進來 開始一頓輸出 這邊這個地方 看要不要直接圍橫的 但圍橫的話 這裡就沒有辦法用巨型投石機架起來 穩定防守 這裡怎麼都過來硬蓋 硬蓋是件好事嗎 可能就是想要稍微先擋一下 好 我覺得要直接拉一條 拉中間這個位置 好 馬弓洞推了回去 但這裡有星劍跟城堡 現在巨型投石機能安全進攻的位置並不多 左邊有一波小小騷擾 直接鑽出了一個洞來 這裡大洛馬 抓到了挖木頭村民 好 這裡很順利 四刀一隻村民 洛馬做出了極大的貢獻 留下了科技 還有三十秒時間 越南人這一波要守住 要有一點巧思 時間來到15分鐘 兩邊都沒有要投降的意思 都覺得自己有機會 哇 這邊這一坨馬弓 又撞到了戰毛兵身上 正前放星期兵上前 直接收掉巨型投石機 三台巨型投石機架起來 直接攻擊中間這一個城堡 OK 這一波巨頭起來 這邊肉馬火炮也順利抓掉 後方兩台火炮努力輸出 右邊的遊俠想要衝進來 但是被下方的村民蓋起了萬里長城 這邊的馬弓損失數量開始變大 右邊的親戚兵 再次往前 想要嘗試拿下巨型投石機 好 再次又被戰毛兵給逼退了 對跟城堡沒有火炮 但是守不住 這一波米亥打得很關鍵 上去用馬弓直接點掉兩台火炮 現在立陶宛沒有火炮 所以沒有辦法反擊這三根巨型投石機 這裡可能要再拉些村民去修理 好 遊俠要來了 遊俠跑得有點慢 1.49討速 忘記點跟中技術了嗎 有點 討速有點慢 不知道為什麼看起來有點笨重 好 這裡 裝馬技術點下了 右邊的巨型投石機 還沒有停止攻擊 還是只要拿下 這邊的遊俠直接衝到城門下方 但城門下方有非常多的馬弓跟城堡 裡面還有收了笛子的村民自營駐軍 遊俠有點快要扛不住這些大量的箭矢傷害 右邊的巨型投石機 攻城攻擊到後方 還在努力輸出 後方有拉一些村民 過來修理巨型投石機嗎 沒有拉的話要小心 好 後方的三台巨頭 再來一輪 就可以拿下後方的城堡 這一波很關鍵 順利拿下 巨型投石機 最後還是成功 衝城了 城堡修回來了吧 這個血量是怎樣 變十位數的 好 拿下了 兩台巨型投石機架起來 立頭人並沒有轉出火炮 巨頭直接回頭反殺 想要拿掉巨型投石機 但是打歪了 後方拉一些村民過來修理一下 兩台巨型投石機 開始反擊回去 前方的肉麻雖然不夠 這一波很危險 肉麻跟上面要趕快回手防守 前面要上前 直接收嗎 收不掉 好 巨型投石機再拉過來 越南人 這裡有一些動作 這裡怎麼會有三個馬就呢 但是好像被看到了 立頭人開始建起長城 這一場是長城之戰 兩邊都在蓋萬里長城 好 越南人 成功拿下城堡之後 黃金數量已經完全歸離 立頭人兩邊都是 但現在有紫幣技術的越南人 黃金上還可以遠遠不絕慢慢產生 這裡城堡要繼續防守 這個城堡只要被拿 不要被拿下的話 越南人的赤面 銀面還是很高的 好 現在立頭人正面沒有辦法進攻 左邊的石頭有拿下 現在野外已經沒有其他礦產資源了 看他地圖上資源量 地圖資源量只剩下900黃金 900石頭 正面肉馬上前 直接想要突圍 肉馬擊殺了大量戰毛兵 立頭人這一波前方沒有太多槍兵 有點尷尬 準是大量戰毛 立頭人正面 會不成軍 巨型投資機 被拿了一台 馬公在後方 繼續輸出 最後馬公數量 還有30幾隻的數量 非常龐大 立頭人黃金機 全部損失掉 雖然投資了遊俠 但是沒有黃金 可以打出遊俠 左邊的巨型投資機又架了起來 這時候立頭人 打出了巨局 我們恭喜 越南人拿下比賽勝利 哇 米亥這一波打得非常漂亮 萬里長城戰術 確實獲得了很好的效果 這個戰地戰 越南人打得十分漂亮 雖然後期沒有展出 帝王戰毛 也沒有轉出槍兵 只靠落馬火炮跟馬公 就可以打贏陣地戰 這也說明了 越南的馬公的血量 是真的厚 而且紫幣技術 也確實讓他後期 一直慢慢可以累積 這一堆馬公起來 那也有一點 也是因為他的巨型投資機 一直沒有送掉 三台巨頭一直活得好 甚至輸出到非常多的傷害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 是由越南人拿下資源上的勝利 那立陶宛則是輸了大概4000左右的黃金 就可以看到 這裡三生物 後期很重要 而且還有紫幣技術的關係 黃金硬生生度快要4000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他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 各位拜拜 有請